好了 看看流月的現象 2021年新丑年 庚人身貌任神 這些月份 好了 在這些月份裏面 木火開始氣動 慢慢慢慢其實會活躍的 那個力量慢慢會活躍 但是如果在股市裏面 不排除在這個月 這段時間 西曆的3月5日到5月5日 這段時間來講 可能會是這樣的 即是由高峰這樣插一插 然後慢慢這樣升 即是不排除它的現象是這樣的 不排除它的現象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你說 在那個港股恆生指數 這個純粹只是講港股 不關美股的事 即是美股已經是去到這個 天空之城 OK 不知為什麼它這個無限QE 可以不停無限下去這樣 無限再無限無限這樣 好了 我們如果在一個流年的氣勢裡面 如果講港股 即是2月份 因為正值一個新年的關係 都會做好一些的紅盤 所以來講 相信這個現象 2月份的時候 都會略為偏好 然後3月 可能特別是3月中的時間 特別留心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號 走回兩三個月 然後去到可能7月左右 然後就會慢慢慢慢升回 慢慢慢慢升回 然後反覆一段時間再升 這樣 那預計呢 2021年的高低位 預計 2021年的高低位 可能是 可能有八千點 如果我這個假設 這個跟術數又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個高低位 因為術數是看不到點數的 我只不過是純粹是我個人的經驗裡面 配合術數去估計 什麼意思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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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的恆新指數 會在二萬四千五到三萬三之間 浮動的 大約是八千點左右 這是不是八千點 我有沒有計錯 數呢 八千幾點 這裡有 二萬四千五到三萬三 左右的時間上落 這樣的情況 那我相信它 應該會是先上去可能二萬九的位置 二萬九附近 接著會可能下回去二萬四二萬五 有這個可能性 然後慢慢再爬上去三萬幾點 就是估計會是這樣 會是估計是這樣 這個純粹是估計 因為這個真的 在一個恆新指數裡面 我是全部都是在年頭預測 而中間是沒有機會給我 去修正自己的看法的 不同你財演 你財演是每個星期做節目的 你不停可以按著市況 資金流量 各方面的事情 不停在無限地改變你的看法 你去到最後一定準的 對不對 但我不是 我是連頭預測的 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我是沒有得和大家說 喂喂喂 我預測要修正 沒有的 所以如果我有七成準 應該都已經不錯了 很難說 沒有百分之一百準 所以大家 看這個 恆新指導預測 你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 估計會在這個 上半年的情況 會有機會 才會回落了 然後才會連尾再上回 那2022年 都會是向好 這樣的現象 這個就給大家一個 一個參考 總之 2021年 整體上一定會比2020年好 而 2021年的上半年 3月到6、7月 這些時間 3月到6月 這一堆時間 可能會有 驚雄一督 即是可能會有 突然之間的一些事情出現 令到你嚇一嚇的 如果那些時間嚇一嚇 令到一些的樓價 或者股市 撲一聲插二三千點的話 就是你們做中長線 鬧貨的好時機 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的個人看法 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 輸了不要進來鬧 OK 就是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裡了 講了很久了 那下一集會說什麼 謝謝師傅 下一集就 講一下美國八指 OK 那下一集我們再見 李應聰師傅 好 再見 拜拜